高雄市美农区的吉阳国小建校100周年校庆 副市长叶匡时特别到场祝贺 并且对于吉阳国小建校百年来培育出无数的企业家 还有社会中间来肯定历届师长们的努力 也期待未来学校继续秉持友情和关爱的精神 迎接下一个百年 美农区吉阳国小欢度100周年校庆 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客委会主委黄永钦都到场祝贺 叶匡时一开始就向百年来的历届师长表达敬意 一个学校能够维持100年 而且累积培养出这么多杰出的校友 包括我们的客委会的主委黄永钦黄主委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家 还有呢这个也在这边沉淀了非常多感人的历史故事 那我觉得这是历任的校长老师 还有呢在地的家长相听 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我请在这里呢先对过去历任的校长老师 还有在地乡亲们呢 致上我个人最高的敬意 叶匡时说100年来吉阳国小培育出无数英才 而令他感动的是80年前曾经在这边教导的老师 如今他的后人跟学生家属在校庆当中相聚 无疑是理想教育的最佳典范 他的后人呢也特别呢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同时这个小十方子老师的教的学生的家属呢 能够相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其实理想的教育最好的学校教育是呢 超越政治宗教种族语言的繁理 让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友情关爱 互相的帮忙能够无限的延伸 随后叶匡时颁奖表扬结出校友 并且跟全校师生及毕业校友 共同倒数迎接着建校百年的到来 五颜六色的气球飘向天空 学童们开心不已 叶匡时与受邀贵宾共同签下生日蛋糕 除了祝福吉安古小生日快乐之外 也预祝下一个百年学校依旧繁荣兴盛 记者潘之光王思武高雄报道